主料,黄桃300克,木糖醇60克,辅量,矿泉水一瓶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泡黄桃的水里加烧面粉,把黄桃表面上的毛清洗干净,把外皮削去,聚合切成块,加入一瓶矿泉水,加入适量的木糖醇,可以边加边尝味道,水开后,煮5分钟左右, 切尖,用卤烧把浮沫撇掉,放凉后食用,味道更棒,黄桃会变得酸甜可口,烹饪技巧,可以偶尔藏下浅度和事部,如果觉得烦就继续放点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